400块的咖啡有妈咖啡到底喝了个啥 咱也是第一次去 赶紧带大家一起一探究竟 这个被称为全世界咖啡爱好者朝圣地的咖啡馆 隐藏在东京住宅区里一个僻静的路边 从外边看太不起眼了 感觉就像是个被废弃的仓库 妈妹亚在日语里是豆子店的意思 卡开鲁士相成 当豆子与其他元素相成碰撞 会创造出怎样的新奇世界呢 进门就是一面让J人极度舒适的咖啡豆墙 完全预约制不接受walking 大家可千万别扑空了 每组客人都有一位专属咖啡师服务 人均一人部署还个个都英语流利 身穿白大褂让你很难不去想象 他手里给你端来的试杀 我们的小哥竟然还会中文 套餐一共有三种 咖啡鸡尾酒 三杯饮品 五千日币一位 中间的signature套餐 用的是常规菜单里的咖啡豆 五杯不同喝法 五千日币一位 最上面的seasonal special的豆子最特别 不在常规菜单里 属于五达面 三种豆子做出冷脆 手冲拿铁特调 四种品尝方式 八千日币一位 你说咱来都来了 一生要强的中国女人 高低得整个special 先来冷脆 三种豆子的口感比较 这豆子special在哪呢 不光喝咖啡 学习也得跟上 产地 名字 质法 标高 好清爽的感觉 接着是手冲 仪式感满满的一套流程 第三种喝法拿铁 搭配这个绝好吃的 香柠檬橙巧克力 最后是特调moktail 这个杯子也太精美了 不含酒精 但却胜似美酒 最后呢 老开心了 还送了我们一人一杯 价值1400日币的咖啡 我问小哥为什么学中文啊 他说因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人 已经比说英语的都多了 我只能说小哥你太有眼光了 最后道别的时候 他说在这工作结识了很多中国朋友 约定好了以后一定会去中国旅游 这次花400块两个小时 喝了7杯咖啡 你们说值回本了吗